好大家都很担心像营养系教授就说了 除了多吃天然非加工的食品之外 也能够靠着多摄取奇異果 Kiwi来修护身体已经瘦死的DNA 以及呢来增加协议中抗氧化的物质 不死吧 一下子是DHP又冒出来DVP还有DINP 一大堆不该放在食品里头的塑化剂 没想到全都吃下肚子 营养系教授就建议 现在最好改吃天然的食物 让身上的塑化剂慢慢排出去 这个文献其实有提到说 经过了三天连续的这个 这个摄取比较新鲜的这些这个食材之后 那大部分的这个 这些塑化剂的这个成分 大概就会从这个体内把它排除掉 让身体减少塑化剂的力气危害 也要降低之前可能对身体DNA 还有基因所造成的损害 不管在吃人工制的健康食品 教授也建议 可以使用奇异果来做修补 身体DNA可能受到的损伤 奇异果它除了提供这个抗氧化的这个保护之外 然后也能够让已经被这个损伤 或者是被突变的这些DNA 它有一个修补的一个机会 照营养密度最高的奇异果 增加血液中抗氧化物质 减少DNA的损伤跟突变 原来还是老话一句 天然的最好 中情新闻红水门蔡博旭被报道